Hello大家好,牛年第二个节目,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玩相机 其实我看以前的影片我一直都没有讲过里面有小小设定的东西 其实都几重要,因为对于新手来讲他们未必摸索得到 这件事是什么呢?其实是picture control,即是画质去控制 虽然我们可以用wall的形式去拍,拍完回去就在photoshop收拾它 但我都鼓励大家尽量去拍之前做好所有setting去设定所有东西才拍照 就变成快靓正,今次我特意来到这个位置拍一些花位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我又会拍花位呢?因为其实前一两年我都教大家怎样去拍一些漂亮的花 因为过了春节之后,花就会开得很漂亮 我走到这边就看到,我不记得这些是什么花来的 好像说是马蹄甲,不知白色的 我尝试为什么会选白色呢?我有点理由,一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未跟大家分享如何设定相机和示范如何拍之前 原来我看我的YouTube频道,原来已经有超过3万的订阅了 非常多谢各位支持,因为其实那个时间又不是太久 可能应该是两年多,其实我都拍了很多有关视频教学的东西 可能有成200套都有多 我现在开始讲一讲关于,我现在就拿了这部是单反相机来的 这部就是Nikon的相机,其实它里面有个设定叫做Picture Control 其实它很多其他牌子包括其他牌子,它里面都有一个所谓 Picture Control给我们调教,在什么场景的时候就用什么设定 例如我们拍风景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风景的模式 好像去到有一些拍人像的,我们也可以设定人像的模式去拍照 其实它设定了之后,它帮到我们什么呢? 其实它就将我们里面的,包括了颜色浓度 对比和细致度和我们调节度,所以我今次就用这部相机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看到这部相机的介面了,其实这个介面就是进去设定那里 我们看到它有个所谓叫做画质的控制 这部画质的控制现在看到是SD的,我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七个设定,包括标准、中性、比较严厉的 或者单色、人像、风景、偏比较平的颜色,我怎样去设定 基本上我们很多时买了相机回来,多数都是用标准模式去拍照 我看看标准模式,我们进入去看看 其实标准模式里面也有一些微调的东西,包括了有个瑞化和清澈度 对比度,光亮和饱和度和色相 在这里来说我们怎样去调节才最好呢? 因为有很多朋友买了回来,多数都是用了它自己相机里面 基本上自动准备的设定,我这次试一试拍几张相给大家看一下 我将它的数值全部都是归零,还有我什么味精都不加下去 我拍几张相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我拍照呢? 光圈快门,我这里不教你,大家都很清楚 色温那里,因为我刻意找一双白色的花来拍,就可以拍到它的颜色 会不会准,还有我也可以调节到它的纹理出不出力 现在这双花在这个位置固定在这里,我就会和大家拍几张相 我开个Live View给大家看看,现在Live View开了,大家应该都很清晰看到 似乎现在,因为这样晒了很难看,准备带了个Cover 你会看到那个曝光值都是低了些少少的,OK 在这里我就拍了几张相片,大家看看先 我跟着再用其他模式去拍,应该我选了是标准 还有一个比较淡色一点的,我做了这几张给大家看看 这一张就想着用一个中性的方法 这个中性里面都是,也都没有加味精,那就试试拍了它先 我看看Sharp位先,OK的 再拍了一张,再拍了一个鲜艳的颜色,我继续拍了它 趁它现在没什么风呢,那双花正在动,那我先别拍了 好了,拍了兩張,我看錄不錄到,我繼續 單色我不用了,人像我都不用了,試試用風景模式去拍了它 OK繼續,用最後一個偏平的顏色,是比較淡調的 我們先看看第一張,這張是用一個標準模式,我給大家一些資料看看 看到右下角那邊寫著SD,你看到這張照片其實沒有比較都不知道什麼 還有我們現在在這個場景,我都看不到裏面的細節,用這個都未必看到 回去用電腦放大一點點才看到,但我都嘗試一下退回來 第二張,第二張我先看看是甚麼 第二張是一個natural,即是比較柔和一點點,自然一點點的 放大一點點給大家看看,其實它用了這個natural來講 已經是將那些花影到柔和一點點了,OK我先看看下一張 下一張也是natural,OK了這一張,這一張就用一個厭禮的模式去拍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拍花,其實我應該是19年那次就講了的 拍花的時候其實我們不需要在我的角度來講,就不需要用一個厭禮的模式去拍的 還有我們其實最主要拍花是出到的文理和它的顏色,標準的顏色 加上你的構圖就會比較吸引一點點的,OK我們先看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甚麼來的呢,也是嚴厲的,這一張是landscap,就是用風景的模式 這個風景模式其實就跟這個好像比較鮮艷的模式差不多 因為我們拍風景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想它山、水、天藍、海面做多些顏色出來 跟著看完,這一張就是偏平的,即是說重要平,重要是比較fat些,即是說是淡色些 好,放大一點點給大家看看,其實在這幾張大家都看到那個分別 標準的它就是真是set了,給幾張來講是正中間那裡的 而一個嚴厲的模式,多色彩的就誇張了,去到那個所謂叫做lateral的 它就將那個對比,跟我們調低它,即是包括了那個contrast那裡 和那個顏色它不會拿得太濃色的,那一陣子我就再試一試,再深入少少微調一下它 包括了那個contrast那裡,和那個顏色它不會拿得太濃色的 那一陣子我就再試一試,再深入少少微調一下它 那一陣子呢,我就再試一試,再深入少少微調一下它 那這次我選了用中性的natural的方法,拍這塊 那剛才我都提及過,就將它的紋理出回來,顏色不會誇張 那其中它裡面還可以微調的,那我們先進去 在那個銳花那裡,我就預算給它多一點點,升兩級它 讓它那個紋理出回多一點點,而對比度呢 好了,對比度呢,它就設在中間來的,我就將它壓低一點點 壓低兩個,讓它不要那麼硬地拍出來,因為通常花位拍出來 如果硬太太,是未必漂亮的,我按下它兩級,OK 好了,其他那些我不認識了,那我試試拍兩張相片給大家看看 好,這一張我還未調的,那我試試開它,set回去,我調回它先,去回normal 看看和剛才拍完那張出來,看看有什麼分別,去回0位先,OK 那一張就原汁原味了,沒有微調的,而這一張就微調了,那大家看到是有分別 那它那個,它那個花帆呢,那個裡面的細節呢,我們將它按低了個contrast 它對比那裡,它就出回多了,那還有呢,我們將那個sharp位調高一點點 它那個細緻度又出回來了,那所以就在這裏來講呢,原來它每一組裡面都可以微調的 好了,講到這裏呢,大家都知道了,那我們的相機裡面呢 原來它的picture control,是可以控制到很多東西的,那其實呢 就相等於,我們拍了之後,事後就在photoshop,就不做一個微調 包括在lightroom都好,做到它那個光暗對比,那個細節度 那個出來的那個顏色的濃度,那個銳利度,就可以慢慢去調節 那但是呢,我剛才都講了,那我拍照之前呢,我盡量呢 都是set好了,準備好了,調節好了去拍照,一拍完 在這裏出來,我們直接呢,就可以將它的相片呢,落回到手機 就可以傳給你的朋友去欣賞,那其實這一次呢 我找的地方呢,因為這裏呢,就好,即是很合宅 那我一陣子呢,我會拍照給大家看一下,那唯一呢 那唯一呢,剛剛那巧呢,這裏有一堆,一堆花在這裏呢 那它其實那個光源呢,有少少陽光曬到它 那其實在這裏呢,做一個標準去拍照這些reference 做一個參考標準是不準確的,應該呢,就是最好呢 那裏呢,就比較光源平均一些,不會有一個對比 因為我拍完這張呢,其實呢,它的太陽可能已經有少動了 或者密雲,射了下來,有機會就改變了它 那你們大家呢,不妨可以在相機上看一看這個設定 看看幫不幫到你們了,那其實呢,在去年2019年呢 我講了都幾長下那裏片,教大家去怎樣,包括了很多東西 色溫也好,怎樣去構圖也好,怎樣去調節顏色也好 那上次呢,我也是用了兩部相機的示範,包括了富士相機 富士相機呢,它就比較特別少少的,它就不是用 用裡面的picture control去做的,它自己有獨立的方法 就是將那個shirdle位,和那個high tone,low tone,和那個sharpness 在那個微調的,那其實那個方法都是這樣 這一次差不多了,那如果有些什麼想學的,或者想知道的 在我應付到的範圍的,那我就可以拍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遲些再見,拜拜